哇 哇 這 終於出這個系統了 而且他這個系統居然是跨幅的 真的是太有趣啦 像這邊是18幅對不對 哇 韓霜真的整個崛起了 我覺得 他出了這個系統之後 那可以看英雄嗎 而且這邊很像是別府的耶 所以他出這個系統等於是 直接跨幅了嗎 我們可以直接跨去別府的地圖耶 哇我真的直接愛上了這個系統了 所以觀眾你們看一下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別府的地圖 哇我要尖叫了 所以真的連國際府的都看得到了 然後他這個就是可以給人家獵奪搶標喔 啊我要尖叫我要尖叫 這真的太猛了 這個系統我真的是直接親配了起來 這個系統我真的是直接親配了起來 像我們在29幅然後剛才那邊是司機府嘛 那為什麼我們直接親配了起來呢 因為其實貨車系統他不只可以 像抽獎一樣 他還可以就是看到別府的玩家 所以我這集呢 啞起來了 就先給你們看剛才那個好了 然後 自己先一個禮包 最近同性狂號也蠻多人去玩的喔 我發現大家對活動還蠻有趣的 我之後再來講話 這活動出來大家整個 真的是太神了 我先把後面接一接 我真的整個愛上貨車系統了耶 天啊 貨車系統應該是永久的吧 應該是永久的啦 應該是不會 不是活動啦 看樣子不是活動 看樣子是永久的 對啊 真的是太神了 我一直在講那個什麼大獎播報有沒有 就他都沒有出大獎播報 然後這時候突然出貨車 那總是他貨車可以去看別人的貨車 怎麼啦 長海商店